欢迎大家收看北老80 今天很开心请来就是 UCSF助理教授郑文立医生 郑医生你好 你好 多谢Raymond和你的team的邀请 是呀 很高兴请到你上来和我们聊天 郑医生今天一定很想知道 多些关于Alzheimer 即是亚脂海蜜症 因为郑医生不单只是一个医生 这么简单 他其实在UCSF里面的 记忆脑化中心做研究的 专系研究亚脂海蜜症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集数 都讲过这方面的资料 但都是一些很普通表面的资料 但今天你上来真的很想 再仔细一些讲解一下 亚脂海蜜症究竟是怎样形成 有没有得医 还有怎样预防等等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会幻想这种毛病 今天大家可以知道多些 首先陈医生我想知道 究竟为什么会有亚脂海蜜症呢? 这个问题挺好的 如果我们要了解 如何形成亚脂海蜜症 我们先可以了解 亚脂海蜜症这个病的历史 其实有100多年 早在1901年 有第一位被报导的 亚脂海蜜症的病人 她的名字叫做 Augusty Dieter女士 她五十多岁 遇到 Dr. Alois Alzheimer 她开始看她 有认知的变化 后几年 Augusty Dieter女士 其实不幸地过世了 在过世之后 她就捐她的脑部 给Dr. Alzheimer做科学研究 Dr. Alzheimer就发现 她的脑部里面 其实有两种 不正常蛋白的堆积 第一种就是 我们称为 酶电反蛋白 就是Amyloid protein 第二种就是 Tao蛋白 就是Tao protein 之后科学家就发现 其实大部分 亚脂海蜜症的病人 其实脑部里面 都有这两种 不正常蛋白的堆积 所以自然她们 会推测 亚脂海蜜症是因为 这两种不正常蛋白 造成 亚脂海蜜症的失智症 其实这个推理也挺合理的 因为其中一个蛋白 Tao蛋白 其实最喜欢堆积的所在 就是脑部主席 一个叫海马蜜的地方 那海马蜜是什么呢 海马蜜的主要功能就是 帮助我们将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转换成新的记忆 当你脑蛋白 堆积在海马蜜的时候 海马蜜就没有办法正常的 正常的运作 你就没有办法形成新的记忆 你的近期记忆就会受损 所以亚脂海蜜症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近期记忆的问题 所以之后很多其实 试验的动物 如果我们做基因的特变的话 引起它比较多 阿滋类电粉蛋白 或者偷蛋白 堆积在动物的脑部里面 你都会发现这些动物 其实也有认知功能的变化 因此很多人都会觉得 是因为这两个蛋白 不正常的蛋白 就会堆积 就会造成阿滋类症的发生 很详细 除了这些不正常的蛋白之外 还有另外的因素 例如年龄、性别等等 都会不会令到一些 长者容易有一些阿滋海蜜症 是 你说得没错 年龄其实就是阿滋海蜜症 或者是大部分的失智症 最大的一个风险 除了这个之外的性别方面 女性比较男性 比较容易发生阿滋海蜜症 但是这一部分是因为 其实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国家 女性都活得比较长 所以你会发现阿滋海蜜症 大概六成是女性 三成左右是男性 平时一些生活习惯 会不会影响到 会的 好像如果你的三高的控制 不是很好的话 或者你除了这个之外 你有体重的控制 吸引 喝酒 过量喝酒 其实都会引起 你有比较大的机会 会发生失智症 为什么空气质素也会影响到 会有失智症 这个其实很 所以研究发现 如果你在你的环境 是比较多一些不好的空气 好像一个是 Nitric Dioxide 就是二氧化氮 或者是Curban Monoxid 就是一氧化氮 还有一个是PM2.5 你就会发现 这些动物和人 得到失智症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推测 是因为你吸引这些不好的空气之后 它可能会引起 比较不好的一些免疫反应 不好的免疫反应 这些免疫反应有时会影响到你的脑部 清除这些不正常蛋白的效果 因此你就会有比较大的机会 发生失智症 所以脑部受损也有机会 可以容易患有 这个亚脂海蜜症失智症 没错 这个时间休息一会 一会回来 郑医生就会跟大家说说 究竟亚脂海蜜症有没有得医的 一会回来聊 继续回来不老80 也有请UCSF的 再理教授 郑文立医生 跟你再继续聊天 讲讲你的专业 就是亚脂海蜜症 我知道你们UCSF专由一个中心 叫做记忆老化中心 去研究亚脂海蜜症 其实研究了这么久 有没有办法可以医到呢 还有我知道最近有一种新药 好像说挺使得下的 这个问题其实很current 很及时 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先要了解医学界治疗是分几种的 有一种就是症状治疗 就是如果你今天发烧的话 我们就给你推消药 如果有哪里痛的话 我们就给你治疼药 是不是 还有第二种就是 其实我可以改变病的病情 就是可以延缓它的发生 或者是延迟它的进展 第三种就是可以完全治愈这个病 就是我给你这个药之后 你会完全回来你之前baseline 没有病之前的状况 还有其他好像控制的药 好像糖尿病 高血压的药就是控制 你有吃这个药 你就有控制你的血压和血糖 就是治疗不回 是的 但是你不能停止 是的 OK 阿兹海蜜症利的药 之前2003年之前 通过是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叫做Colinesterase inhibitor 就是蛋感酶 帮助我们的脑部 保存更多Colinesterase 保存更多Colinesterase Colinesterase 这两种药就出来了 都是这两种的 mechanism 但是有不同的brand 症状治疗正所谓是指标不指本的 是的 就是你休息的话 你可能认知功能就比较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延换 对 他没有办法延换 也没有办法延换病情 也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 嗯 那么2003年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很成功的药 是 6月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药 FDA approve了 这个药就叫做Adecanome 或者的brand name 叫做Adeheim 我记得中文是叫做Adecanome 淡朱抗体 有中文的名字 有中文的名字 是 这个药呢 就是 它的原理呢 就是去binding 上这个 这个 Amyloid protein 就是 雷电反蛋白 它就会 signal 那个 免疫 系统 去攻击 这个雷电反蛋白 清除 它在脑部的 清除这个蛋白 出脑部 嗯 但是呢 这个药呢 虽然很promising 去 临床试验 和 药物 散黑的过程 都 其实有一点 分身 嗯 嗯 一个原因呢 一般来说 FDA是需要 两个大型的 第三期临床试验 两个都有后 才会通过一个药 嗯 但这个药呢 在两个第三期的临床试验里面 一个是没有效的 嗯 一个是 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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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才有效的 因此呢 很多人会担心 是否其实效果 没有那么好 嗯 而且它有一些副作用 它有时会造成 大脑的免疫反应 比较大一些 所以有些人就要停 打了一会儿就要停 嗯 除了这个之外 它近日就要公布 一个人就要一年左右 是要花五十六千 五十六千 五十六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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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一次 一年 一年 一个人是要五十六千元美金 那不是会医好 五十六千元之后 不是说会医好 是会改善延换你的病情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医好 嗯 这只是个药的花费 不包括其他的检查 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 正在讨论中 要如何用才会安全 如何用才会适合 而且如何用才不会造成 不需要的经济负担 不需要的经济负担 经济负担 其实都是一些延缓的药 也不是可以治本 就是完全可以医好的 跟之前2003年出的那些 有什么分别呢? 2003年是症状治疗 所以即使你有吃这个药 你的病情也是同样的速度 会慢慢恶化的 但是这个药 如果没有吃的话 那是十年 你如果有打的话 你可能可以延长到十五年 明白 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愈的药物 明白 至少这个药物 不会让你恶化下去 可能会慢慢延长很多 比较慢一点 比较慢一点 当然也会帮到手 你起码长一点的时间 或者到时有些新药 对 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儿 一会儿 我们又要 其实说到最后 这些阿滋海蜜症 暂时来说 都是没得医的 只不过有一些药 或者一些治疗 可以帮你延迟一些时间 让你不要这么快 恶化下去 希望医学上面更快 可以研究一些药 或者治疗 可以医治这个 阿滋海蜜症 这个失智症 就靠你们了 我们会努力的 这个时间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 就来说一说 究竟阿滋海蜜症 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 让我们不会有这个病 好吗? 好 继续回来《不老80》 刚才说了阿滋海蜜症 究竟有没有得医 以及如何形成 那我们如何预防 很重要 其实大家知道 一些病不会是一朝一夕的 不会突然有了这个病 其实阿滋海蜜症一样 就像刚才郑医生说的 有一些不好的蛋白质 是积聚在你的脑内 是积了20至30年之后 你才知道是有了阿滋海蜜症 郑医生我想知道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预防 我们自己不会有 这个阿滋海蜜症 这个失智症的病 其实有很多方法预防 如果最出名的研究 就是2020年 出版的第二本 Lancet Commission Report 它里面介绍了12种可以改变的 失智症风险因素 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第一个时期是Early Life 就是年轻的时候 在45岁之前 第二个时期就是中年 就是45到65岁 最后一个就是Later Life 就是65岁之后 在45岁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那你读得书越多 你就会预防到你之后 会不会得到失智症 简单来说 你其实可以 是视虚位 一个我们称为 一个我们叫 失智症会有的人知 认知的症状就越远 所以你就有比较多空间 可以退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帮助防止你会得到 失智症的方法 那进入到中年的时候 就有其他五个风险因素 可以去小心 那这五个就有 就是听力 听力 听力 其他的就包括 脑部受伤 脑部受伤 第三个 就是尽量不会有听力的问题 是的 希望自己不要那么容易 影响到自己的听力 譬如大声听音乐 接着就是脑部受伤 要避免脑部受伤 是 不过听力这方面 其实如果你真的 有听力的问题 如果有配戴触听器 助听器 助听器 其实是会减少失智症的风险 所以什么原因 你有听力的问题也好 只要有配戴触听器 便有帮助 反而有帮助 第二种我们刚才说的 是脑部受伤 脑部受伤 脑部受伤 一般来说 是来源自 一个是contact sport 比较激烈的运动 就比较激烈的运动 Football 或者是 拳击 所以我们建议 如果有办法 便减少 有些是军人 所以他会有一些 activity 是会增加 他会 起伤症的机会 第三个 其实是motor vehicle accident 就是车祸 所以如果你有些 交通工具 我们会建议你要 戴头盔 是 第三个就是高血压 一般来说 我们是希望 病人会 控制他的血压 在130ml 以下 但是其实 近期有些研究 其实有 有显示 如果你有办法 控制到 在120ml 以下 其实都是有帮助 有差的 那 第四个就是 喝酒 如果你一个星期 喝超过 21个unit 的酒精的话 你其实就是 过量喝酒 是会影响到 你的失智症的机会 所以 什么叫做 一个unit 的酒精呢 就是 一般来说 就是 10ml 或者8g 的 纯粹酒精 就是 纯粹的酒精 还有 就是 脂肪 就是 肥盘 所以 如果你的 我们一般 希望 BMI 是 低于 30ml 所以 如果你是 超过 30ml 我们就会建议 你透过 运动 或者是 饮食习惯 来 減重 BMI 其实就是 你的体重和高度 计算出来的一个 值 但这些详细 也不在这里 大家都可以问回 你家庭医生 等等 我们说了六个 如果 步入65岁之后 还有什么风险 是要注意的呢 第一种 其实就是 吸烟和空气污染 我们刚才也提过 吸烟不只是影响吸烟者 如果你是吸入而受烟 其实都会增加你得到 失智症的机会 所以其实戒烟 对你自己有帮助 其实对你身边的人 也有帮助 第二 其他两种 就是 忧鬱症和社交孤癖 尤其是现在 pandemic的时期 很多人很容易 会有 忧鬱和社交孤癖的状况 所以如果 家里面有些 老人家 你其实可以看看 一个星期的 计算是否有三至五次 社交活动 其实社交活动很容易 你和别人聊聊天 聊聊八卦 这就是社交活动 即是电话说也可以 对 电话说也可以 打黑麻将 一起运动 其实都有帮助 最后两个是糖尿病 和缺乏运动 糖尿病是要控制血糖 缺乏运动 一般来说我们很希望 一个人一个礼拜 可以运动一百五十分钟以上 你可以五日运动三十分钟 或者三日运动五十分钟 但是很多老人家会说 我关节不好 那我如何运动 或者是我要运动到什么程度才够 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是 幼阳运动 就是可以刺激你的三种 心跳更快的运动 至少是心跳快一点 有少少汗出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的话 即使是山虾部 其实都已经对你的人资功能有帮助 如果真的有关节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会推荐一个 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游泳 因为游泳是比较不会对你的关节造成负担 但是其实对你的心脏 或者脑部的运动是挺有帮助的 好 最后其实有两个 Lessage Commission 没有提到 但是不在风险里面的 是睡眠和饮食习惯 OK 所以睡眠质素和饮食习惯都很重要 是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讲多些 关于阿滋寒物症的问题 但是刚才所说 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做到一些 好的习惯又或者一些不应该在自己身体上发生的事情 就会预防到阿滋寒物症 今天再多次 多谢UCSF的助理教授 郑文立 Dr.T 多谢你 Thank you Raymond 其实阿滋寒物症这个疾病 就分开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我们怎样预防 不要有这个病 但如果真的有了这个病 那就要吃药 和做一些什么可以帮助到的病情 第三就是说 OK 真的有了 我们怎样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病情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 今天希望大家学会多一些 关于阿滋寒物症的问题 OK OK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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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